这个视频我又要给你讲个模型,双直角模型 双直角模型长这样,两个直角,零点重合 方便起见,咱给这几个角起上名字 中间重合的部分叫角一,旁边的两个分别是角二和角三 双直角模型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角二等于角三 为啥呢?你看,双直角是两个直角重合 在这个直角中,角一加角二是90度 那角二不就是90度减角一吗? 再看这个直角,角一加角三是90度 那角三也就是90度减角一了 这么看来,角二和角三都是90度减角一 显然相等,还记得有句话叫同角的与角相等 对了,说的就是这个模型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图形想象成一个直角绕着顶点旋转所形成的 那这两边旋转过的角度肯定相等 也就是角二等于角三 这样看是不是更直观一些 在旋转的过程中,整个顿角COB逐渐变大 但一直都是90度加角二 你先把它写成式子 还记得角二是角一的鱼角 也就是90度减角一 哎,把这两个式子合并一下 那不就是角COB等于180度减角一吗? 整理看看,就成了角COB加角一得180度 也就是说这俩脚互补 回到图上看看 这个双直角拼成的大顿角和内部重叠的角是互补的 你让直角继续旋转 脚一就转过来了 这个互补也就更加显然了 怎么样,认识双直角模型了吧? 它有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角二等于角三 也就是直角两边旋过的角度相等 第二,角COB加角一得180度 也就是双直角拼成的大顿角 与内部重叠的角互为补角 好了,维师这就讲完了 好,等速速刷题去吧